十一 完毕归赵 赵惠文王时得处何事弊 秦昭王闻之使人为赵王书 愿以十五成请一毙 赵王与大将军连坡诸大臣谋 欲与秦 秦成恐不可得 图见期 欲物与即换秦兵之来 即未定 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 患者令妙贤曰 臣设人令向如可使 王问 何以知止 对曰 臣常有罪 切记欲王走焉 臣设人向如指臣 曰 君何以知焉王 臣欲曰 臣常从大王与燕王会敬上 燕王私握臣手 曰 愿结友 以此知之 故欲王 向如魏臣曰 扶赵强而焉弱 而君姓于赵王 故焉王欲结于君 仅君乃王赵走焉 焉未赵 其势必不敢留君 而恕君归赵矣 君不如肉坦 扶扶制请罪 则姓得托矣 臣从其计 大王亦姓赦臣 臣妾以为其人永世 有智谋 已可使 于是 王赵剑 问令向如约 秦王以十五成请义寡人之弊 可与否 向如约 秦强而赵弱 不可不许 王曰 取无弊 不与我成奈何 向如约 秦已成求弊 而赵不许 驱在赵 赵与弊 而秦不与赵成 驱在秦 君之二策 君之二策 命许以赵秦驱 王曰 谁可使者 向如曰 王必无人 臣愿奉毙王使 成入赵 而毙留秦 成不入 臣请完毙归赵 赵王于是遂遣向如 奉毙西入秦 秦王坐张台见向如 向如奉毙奉秦王 秦王大喜 传以示美人及左右 左右皆呼万岁 向如示秦王无异常照成 乃前曰 必有侠 请指示王 王受毙 向如因持毙确立 已住 木发尚冲冠 魏秦王曰 大王欲得毙 使人发书至赵王 赵王悉召群臣义 皆曰 秦滩 负其强 以空檐求毙 长城恐不可得 亦不欲欲秦毙 臣以为 不宜之交 尚不相欺 况大国乎 且以一臂之故 逆强秦之欢 不可 于是 赵王乃斋戒五日 使臣奉毙 拜送书于庭 何者 言大国之威已修静也 今臣至 大王建臣列冠 礼节慎聚 得毙 传之美人 以戏弄臣 臣官大王无异常赵王成义 故臣复取毙 大王必欲秦臣 臣头金羽必聚碎于助矣 相儒持其弊 逆注 欲以积注 秦王恐其破弊 乃慈谢故寝 赵有思暗途 只从此以往十五都与赵 相儒夺秦王特以诈 杨伟与赵成 实不可得 乃为秦王曰 何事必 天下所共传宝也 赵王恐 不敢不谢 赵王送弊时 斋戒五日 仅大王亦宜斋戒五日 设九宾于庭 臣乃敢上币 秦王夺之 终不可强夺 遂许斋五日 设向儒广城传 向儒夺秦王虽斋 绝复约不长城 乃使其从者 义鹤 怀其弊 从靖道王 归避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 乃设九宾里于庭 引赵使者令向儒 向儒至 为秦王曰 秦自穆宫以来 二十余军 未常有奸明约束者也 臣诚恐见其于王 而赴赵 故令人持弊归 见至赵矣 且秦强而赵弱 大王遣一戒之使至赵 赵力奉必来 今以秦之强 而先割十五都与赵 赵岂敢留弊 而得罪于大王乎 臣知七大王之罪当诸 臣请就汤祸 为大王与群臣赎记一之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息 左右获玉引向儒去 秦王阴曰 谨杀向儒 终不能得弊也 而觉秦赵之欢 不如应而后遇之使归赵 赵王岂以一臂之故 欺秦也 祖亭见向儒 避礼而归之 向儒既归 赵王以为贤大夫 使不辱于诸侯 拜向儒为上大夫 秦互不已成于赵 赵亦终不予秦弊 选字连泼令向儒列传 中文字幕提供 随所 感谢观看